今天我們有讀經 我今天讀經是有個原因選擇這經文的 因為我聽到有些人說 要用某些樂器才能夠達到神的高層次的關係 我聽完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聖經最著重的是心靈誠實敬拜 不是一定要用某一種樂器 我在聖經裡面找到 其實在舊月的時候都有不同樂器 所以其實不是說某一種樂器 我們一起讀一讀 我們今次讀的經文三會記上十章五節 必遇見一班先知從憂坦下落 前面有古失的、激古的、吹笛的、彈琴的 他們都受感說話 揚華的靈必大大感動你 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說話 你要變為新人 你就可以趁事而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這裏講到那班先知門徒 就在薩摩爾記上十九章有講到 是薩姆爾的先知門徒 他帶著他們的 薩姆爾和蘇羅說 你會去到這個地方 看到那班先知從憂坦下來 有些古失的 這裏講到不同樂器 古失是甚麼呢 就是左手邊下面的歌琴就叫做失 然後激古就是 這些是我找回那時的時代 在以前的 就是舊約時代的樂器 激古的 吹笛的就是下一個 然後彈琴就是這個 琴 他們都受感說話 就是他們都是受聖靈感動的說話 那爺爺說的靈就會大大感動你 蘇羅一去到就大大感動 那你就會跟他一起受感說話 你又要變為新人 變為一個新人 那你就要趁時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神時與你同在 這裏講到一個特別的同在 所以說到 這班先知門徒親近神的時候 是有神特別的同在 這裏講到神給的樂器 即是說有不同的樂器 古失 這個失 或者是鼓 或者是笛 或者是琴 都可以給神使用的 即不是一定是某一種樂器 而著重 聖經說是心靈誠實敬拜 是個心靈 不是個樂器 另外詩篇150篇第一節 到第五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你們要讚美耶華 要用覺聲讚美他 古失彈琴讚美他 激古跳舞讚美他 用詩然的樂器 和宵的聲音讚美他 用大響的拔讚美他 用高聲的拔讚美他 這裏講到又有多些樂器 角聲 即是一個號角 角聲 然後 古失 又是這個室 右手邊的那個 又是琴 又是右邊的那個 又是擊鼓一樣 但是接著下面 就有詩然的樂器 沒有說到甚麼詩然樂器 有其他的詩然樂器 還有燒 左下角的就是燒 然後用大響的拔 拔是甚麼呢 就是茶茶 大響的 和高聲的 最右邊下角的 就是高聲的 即是兩個拔拔拔拔 就是高音的 原來 這要給我看到 就是說 原來神是可以用任何樂器 甚至有不用樂器的 其實在新約時代 有不用樂器的情況 是甚麼情況呢 就是 保羅和西拉坐牢的時候 他有沒有帶著樂器進去坐牢呢 是沒有的 那麼他就在那裡讚美神 神就與他同在 那些鐵鏈全部斷了 那個門又開了 所以呢 聖經告訴我 不是某一種方法 因為有些人 他們一定要堅持 要用角聲 有些人要堅持用樹琴 其實聖經是沒有說到 某種樂器有特別的能力 和因高的 是我們的心 愛慕神 有時有些人 就會很堅持某一件事 才達到某一個程度 才達到神摩的程度 我想說 不是那個方法 是你的心態 你的心態正確的時候 無論你用甚麼方法 甚至你沒有用樂器 來到神面前 神都喜悅你的 不是繼乎樂器 好了 還有另一件事 我也想回應一下 有時有些聖靈的聚會 有很多親近神 讚美神 是好事來的 是非常好的 不過有一點事 我想大家留意 就是 如果有基督徒 他說我每天都是親近神 但是完全沒有結果子 聖經就會提醒我們 我們不只是親近神 一定有結果子 因為到審判的時候 神不是說 你有沒有祈禱 你有沒有讚美神 這些當然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但是 我們這些關係的目的是甚麼 是叫我們能夠去 結出果子 不如我們先讀了這個經文 俑頑十五章五節一起讀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裡面的 我也常在他裡面 這樣就多結果子 因為來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這裡說到親近神 常在我裡面 即是親近神 耶穌就常在他裡面 果後名就是結果子 果子就是有生命的果子 和是侍奉的果子 即是說 神的同在 是叫我們結出生命的果子 侍奉的果子 是去榮耀神的 就不僅是我們經歷神 有時 有些情況 有些人親近神 是可以很舒服的 舒服到你 甚麼都不想做 即是 嘩 好悶好悶 好舒服 好感動 但是如果天天都是這樣 只有感動 只有很舒服 有一天 神就會跟我們說 你有沒有使用你的恩賜 去祝福人呢 我們就說 我們經歷聖年之後 目的不僅是享受 而是我們能夠祝福人 這個經文我們一起讀一下 馬太二五章四節 是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的審判 就是有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一起讀一下 他們也要回答說 主啊 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 或喝了 或作客女 或稱身露體 或病了 或在監女 不侍奉你呢 王要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是你們既不做在我 者弟兄中一個最少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這些人要往永迎裡去 那些二人要往永生裡去 那麼就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將那些人 就像牧羊的 將綿羊山羊 綿羊山羊放在右邊 綿羊放在右邊 山羊放在左邊 然後就跟他們說 你有做在我的身上 那麼他們就說 我什麼時候做啊 那麼耶穌就說 你當你見到有人 就是一個小子 我的弟兄身上 就做在我身上了 而那些沒有做在我身上 沒有做在弟兄身上 就沒有做在我身上 就要往永迎 就是說完全沒有任何侍奉的果子 只是 即是有宗教外表 沒有生命的果子的時候 完全沒有的時候 他要進入永迎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我們是信耶穌得救 但是信耶穌 就一定會有行為的改變的 然後那些沒有做的 就要進入永營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警告 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參加 什麼聚會也好 不只是參加聚會 不只是經歷神 不只是經歷平安 喜樂 愛 舒服 而是 我們一定是結出果子來的 那麼我今天 讀經我們主要講到兩個要點 一個要點就是 什麼樂器都可以親近神 不是有些樂器特別高超的 最重要是一個心態 愛慕神用心靈成績敬佩 第二 當我們親近神之後 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用出來 走出來有神的同在 去祝福人 為人祷告 全陽福音 建立靈命 這就是神所喜悅的 shelter 宸奮 有 knull 喔 å 來 遊 1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